一開始就是一個互動 他們的喘得很精準 一起做直升機 打身體的套路 再放手再接回來 非常精準 都沒有任何的適合 從背後穿側領 再做互穿 這是互相做動作 再穿給別人的動作概念 看起來是要做三零的動作 這比剛才難一點點 它是直接先用兩顆 兩個人同時啟動三零 這難度會比剛直接三零 拿給對方難一點點 可惜沒有很完整的完成 對 這是兩個人共拿兩條線 做兩條線的創意的互動概念 我們接回繞腳 然後兩個人也可以看他們怎麼搭配 動作會比較流暢 因為兩個人要同時回到一個人跟兩個人之間的動作銜接 那要回到教練花多少心事去做編排 對 當然不一定是教練 學生其實也很有創意 對 他們可以共同想這個套路的部分 那他們剛做的兩人四拋 還有加上其他的花式 不是做的但是做兩人四拋 所以這點難度其實蠻高的 對 迴龍出來的五彎 像這個套路就非常差 好 他們直接使用電風扇走到左右兩邊 然後順勢做電風扇 就順勢要做起三顆撤 這一組的變化感覺比上一組來得更多一些 對 他們的編排其實有把移動的時間跟做的內容跟互動都有排進去 有兩個人都做迴龍出來 可能要做三顆迴龍出來的互換 但這裡處理沒事 對 這樣他會 另外一位選手會再重新騎三點 這其實就回到兩個人平常練習的默契 因為重新騎可能又要花一次時間 那他們要不要在這裡強迫區分 或者是要等到晚一點 下一個動作再拿分數這樣去騎 他們應該要做 這兩個人六拋 這難度非常高 完成了 這非常難喔 是 因為自己跑三跑就很難了 要做兩個人互相傳六顆撤 你們的默契要很好 我猜後面的同學是要運四顆撤 是 這是一種比較不對稱的編排 一個人先做一個動作 然後後面的人做準備再出來 很有可能他要給他做五顆撤鈴喔 我們看有沒有節目直接看到 五零 只有做到一下下 是 非常可惜 在表演上還算是非常精彩的 對 可以知道他們 他們這組在 我記得在預賽拿到成績 非常好